哈喽大家好,我是纯阳牡丹 今天呢,我在伦敦的唐人街呢 偶遇了一位 嗯,帅哥 嗯,是个小鲜肉啊 哈哈哈哈 因为大家都在那吃饭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 我看他在我左边,然后呢,进来一个年轻人 后来我就,诶,看他的样子很坦然,很从容 说是非常流利的普通话 诶,我说是不是新加坡人呢 是不是有可能 然后我就跟他聊了几句 因为他点的这个菜呀饭呢 似乎他不是特别熟悉 我就估计他不是常住英国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于是呢,我就很冒昧的就跟他聊了几句 结果呢,他就告诉我 第一次来伦敦 哎呀,我说太难得了 我说你又是这么可爱的青年小伙子 接不介意我采访你几句 我跟他讲了讲我自媒体 他就爽然的,非常的,欣然就答应了 而且呢,他整个在这个路的过程当中 他一点,他非常从容 他必须一边吃,因为他时间有限 他一边吃一边说,所以确实时间有限 我也觉得很牵引,很打搅他 但是呢,确实是仅有的那么 十几分钟,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他吃完了以后,他还要去赶他的节目 所以呢 这件事通过,我就会感想 就是说,谁说我们中国男孩子 害羞啊,不够这个,没有什么见过大事面的这种状态啊 你看我们这一位,Frank 他的名字叫Frank 他就是非常大气,非常从容的 跟我聊了十来分钟 所以我非常感激,谢谢你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也是一定,也是有希望的 而且他们也是非常的,在这个,这么大的大件事这里呢 也在寻找他们的人生 而且呢,我感到非常欣慰,真的很欣慰 谢谢你们的支持 好,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看了 看他的 有气质的这个,这个言谈 举止啊,非常的洛洛大方 所以很难得 好,我们马上观看 好吗,好吗 那咱们边吃边路可以 那当然可以了 哎呀,我今天特别幸运 亲爱的朋友们,我是春阳舞丹 我又来到了唐人街,而且我遇了 这位可爱的小伙子 哎呀,他很像我外甥的样子 你看他很清纯 而且他问的菜单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很单纯 他的声音,他问的没有任何的这种 好像是因为说普通话 在唐人街好像是广东话一定是很要紧 但是呢,这小伙子非常简单 看上去,他很快的就叫到他要吃的啦 哪是什么 牛腩捞面 牛腩,对 牛腩 我的广东话也完蛋了 我普通话也被他锅拽了,差不多了 对不起,对不起 你开玩笑,所以我要轻松放松的节目 小伙子你给我们讲讲你哪里来的 不好意思啊,你边吃边说 我没事,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边吃边说 没有,没有时间,对 对,我是从西亚,我是北京人 北京出生长大的,然后我在西亚都上学 上大学,华盛顿大学 然后现在我来伦敦来了一个礼拜 办商业出差,然后办事 现在为一生的两天我在到处看一看 这些什么British Museum 然后National Gallery 然后是Market 然后明天就走了 可以,这几天就已经快成了 这个,伦敦通了哈 没有没有没有 伦敦太美了,真的 这一个礼拜玩不下来 很有历史 那你是第一次来是吗 对,我第一次来伦敦 太好了,你给我们大家你的英文名吧 我不说中文名了 好的,你的英文名叫Frank Frank,Welcome to London,Frank Thank you,Thank you I'm from Seattle,USA Welcome to USA USA,yeah 西雅图,他是从西雅图来的 是一个非常看上去非常可爱 简单的孩子 我说他,我愿意,我说简单给我说两句 因为是北京来的,我们卫大的祖国 我爱祖国,我爱祖国 把我的手招起来的等一下 没事 我想让这个Frank简单的面吃便告诉我们 他对伦敦的印象 因为他只是来这儿待一个星期 所以你现在粗略的印象是什么感觉 伦敦对你 这么冷的天来 但是圣诞气氛特好 对,圣诞气氛很濃 然后我就逛那些 有点像在北京逛庙会的感觉 人特别多,特别热闹 然后天气很冷 所以有种回北京的感觉 然后但是不同的就是 因为伦敦这些建筑都很古老 一看上就是什么维多利亚式的 非常美,很有历史认为 我觉得,哇,美国比不良 美国全都是什么商业街 现在的建筑物 但是伦敦这个样貌保持着非常古老 非常完好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很爱你 我爱上伦敦 我觉得 哦,he's falling in love in London 嗯,he's falling in love in London No,too soon we don't talk about the weather 气候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是从西雅图来的,比这儿气候还可 一年二百七十多天都是夏月天 西雅图 No way for things 哎呀呀 只有三个月时间可能能见上太阳 圣诞都见不上太阳 我的天哪 他从那个风天雪地 冰天雪地的地方来到我们 春打花开的伦敦 现在都是假花了 都是圣诞季节 因为这个时间太好了 所以呢,幸运的Frank 他看到的全是非常有圣诞气氛的 而且整个就是人们都是 已经是好像预备去享受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时间了 所以自然大家的气氛都非常好 我非常高兴地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伦敦 伦敦的天气我是最受不了了 那你讲讲你夏图呢 如果对比的说的话 你说伦敦的这个建筑 这architecture是绝对是有历史的 大教堂 未来希望呢 Franker去看看 有什么好计划 在伦敦未来两三天 我明天早上就早了 其实但是今天下午 我打算先去趟一个Borough's Market Borough's Market OK Holterbevel 就在伦敦塔尔里面 好 好 好 哎呀 那个是很出名 对对对对 然后晚上再去看一个 Borough's Market Borough's Market 这一场世界的音乐剧 音乐剧 哇 La Minsk的musical 对对对 哇 你真棒啊 你在这么短时间内 都把英国的 差不多所有的精华都会 都看到了 这些安排得非常好 一会儿都去到 National Gallery National Gallery 但是一定要去 看一下什么 米开朗基罗 然后 拉斐尔 还有 达芬奇 有没有达芬奇分 应该有 达芬奇的真剂 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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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伦敦的广大 世众妹 创造出这么美好的环境 这孩子还挺感激的 我发现 然后国内来的 然后呢 他还是挺大都市的风范的 挺有范儿的 这哥们挺有范儿 挺好好孩子 因为你比较了这个西雅图的 西雅图是一个 你说是很冷的一个城市 而且建筑上也是特别 比较单一是吗 比较现代的 没有人 有历史 没有 没有 有历史 那你现在对 你如果比较咱们中国呢 北京呢 你要说 伦敦跟北京 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没有就不用讲 我觉得 北京啊 就是 因为当年北京城全都被拆了 所以北京的历史 全都被拆了 这不对啊 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我特难过 我真的难过 对 大支权被拆了 然后 北京的二环子 所有的城墙 城门楼 全都被拆了 现在什么 你看那些什么门 德胜门的一些 都是修复 就库远的 就盖了 所以就独零零的一个楼 周围也没有任何的建筑物给的 support 没有支持的 我想这伦敦整个城 整个城都是五城 它在外边又添了一个 新兴的市中心 金融区嘛 金融区都在东边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北京这个历史 就很多精华都被毁了 什么的 很大的遗憾 这个话题比较说得远了 那你就说 比较西雅图跟伦敦 你未来 你会 有可能在伦敦 在生活一两年吗 这只是生活体验一下 作为年轻人 你会吗 我想我想 来伦敦中国一两年 太好了 那现在 在西雅图学什么专业 那在西雅图大学学 经济专业 经济专业 未来 未来做什么 未来可能做金融相关的吧 金融相关的 会做银行家吗 不一定 不一定 看看未来 慢慢慢慢看看吧 会 你会有很多选择 作为年轻人 是吧 你第一首选 会选择回国吗 还是第二选择 是选择 边走边看 我想先留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 能留下来最好 因为来美国这么多年 习惯了 来了多少年了 从中学吗 高中来吗 高中来 我学来六七年了 在美国 已经非常独立了 金海词 已经是适应了美国的 生活节奏 美国的文化氛围 然后你比较享受那边 是吗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未来 先在美国留下来 然后在未来找发展 对这么年轻 应该是有很多的 很大的 很好的前途 对 那在祝愿Frank 未来一切都好 顺顺利利 谢谢 非常有幸的在这里 可以给我这个小视频 那么多争辉 因为北京 我从小 我十六岁去的北京 第一次坐火车 心惊胆战的 第一次去北京 坐火车 现在你看这二十几岁 孩子已经就到世界各地了 这样去跑 所以真实时代不同了 祝愿Frank 的未来呢 是前途无量 越来越好 谢谢你上我这个视频 亲爱的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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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英国玩得好 在英国 在美国一路顺风 什么都好 嗯 谢谢大家 好 再见 再见